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会时演义》第348集 爱德华兹看着他,一时间仍然摸不着头脑,那女子又道 爱先生,我是您在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啊,我名叫沙拉皮尔庞特 啊哈,原来您是皮尔庞特小姐,你看你画了一个发型,难怪我一下子都认不出你了 爱德华兹笑起来,然后又问,您怎么不在耶鲁好好待着,却跑到我们北安普敦这里来了 皮尔庞特小姐也笑着说 是这样的,爱先生,马上要过圣诞节了,父亲去耶鲁接我回家 他说,先要到这里住上几天,跟这里教会的牧师们开一个会 我听说,您是在这里牧会,所以,也就跟着父亲一起来了 爱德华兹跟皮尔庞特小姐,非常熟悉 小姐的父亲詹姆斯·皮尔庞特,大名鼎鼎,也是公理会 案例的牧师,而且还是耶鲁学院的受托创始人 皮尔庞特小姐后来也被送入耶鲁学习 爱德华兹家与皮尔庞特家,两家的孩子从小都互相认识 爱德华兹对皮尔庞特小姐身怀好感 皮尔庞特小姐在耶鲁上学时,也对才华横溢的爱德华兹老师 深深敬佩,两家长辈早已有意要结为勤尽之好 皮尔庞特牧师,这次把女儿带到这里来 说是来开会,其实也有些思议 他私下里也跟斯托达的牧师说好 要让这两个年轻人借这个机会好好地相处一段时间 实际上算是一次相亲聚会 不久,两个年轻人的关系瓜熟蒂落 皮尔庞特小姐接受了爱德华兹的求婚 1727年2月15日,爱德华兹正是被案例为北安普敦公理会牧师 又过了五个月,1727年7月28日 十年24岁的爱德华兹与十年18岁的沙拉皮尔庞特喜结联礼 那一天,她的岳父皮尔庞特牧师亲自主持了两人的婚礼 神大大地祝福爱德华兹的婚姻 沙拉真正称得上是财德的妇人 是丈夫的冠冕 与跟爱德华兹同岁的约翰·魏斯里的婚姻悲剧完全不同 沙拉给爱德华兹带来一个温暖和美的家庭 是她一生最大的知识 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身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的女人 这一点也不假 爱德华兹一生喜欢写作 为后人留下许多洋洋洒洒的神学著作 一千一百多篇讲章讲稿 大量的书信 沙拉功不可没 也为她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支持丈夫专心致志的卫生工作 沙拉也是一名出色的理财专家 结婚后 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出生 虽然爱德华兹的牧师薪水优渥 家中也有不小的牧场 但孩子们的养育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也常常让他们感到沉重不堪 经过沙拉这位闲内住的经营之称 他们才能每每度过捉襟见肘的日子 爱德华兹和沙拉一共育有十一名子女 八个女儿三个儿子 在那个卫生条件非常不发达的年代 这些子女竟然奇迹般的全部长大成人 而且各个成凤成龙 爱德华兹家族玉树迎接 知蓝茂盛 可以说是一个显赫的 荣耀神的家族 有人做过统计 从爱德华兹和沙拉的十一名子女 迄今繁衍出一千五百多名后人 其中有十三名大学校长 六十五名教授 一百名律师 三十名法官 六十六名医生 还有八十多名政府高官 包括三名国会议员 三名州长和一名副总统 难怪爱德华兹的很多好友同道都这么说 爱德华兹一家是最和谐的家庭 从他的家庭中可以看到神的同在 这些都是庞话 我们回头再说爱德华兹 在北安普敦教会的工作 有了外公司拖达德牧师的指点 他的侍奉工作很快得心应手 让衰老年迈的外公心中极有安慰 1729年2月11日 斯托达德牧师逝世 六十多年来 斯托达德生前 在新格兰地区教会领导层中 极有威望 尤其是在康涅狄格和古一带的教会中 占据垄断性的支配地位 斯托达德去世之后 当地教会事务的领导人和继承人 是他的另一个女婿 爱德华兹的姨父 威廉·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是临近的哈特菲尔德镇的牧师 威廉姆斯家族通过与这个地区的 所有杰出的家族的联姻 与该地区所有的重要商人 政治人物 教会领袖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 爱德华兹家当初就一直猜测 威廉姆斯的儿子索罗门 将会被安排成为 北安普敦教会的牧师 这些表兄弟之间 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竞争 不过 斯托达德还是跟威廉姆斯 达成了共识 拣选爱德华 资作为其继承人 斯托达德的葬礼 自然是由其家族中地位 最高的威廉姆斯 来主持的 威廉姆斯在追思讲道中 胜在斯托达德 说他的事实就像森林中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轻覆了 与之相关的所有树木都感到了振战 那棵大树原先处理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也许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被重新填补上 葬礼过后 助理牧师爱德华兹正是被按立为牧师 完全接手北安普敦教会的牧养工作 令威廉姆斯和其他教会领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 仅仅几年的时间 在斯托达德牧师这棵倒下的大树所留下的缺口上 一棵更高更壮的参天大树 拔地而起 爱德华兹 后来的作为远超他的外公和姨父之期望 爱德华兹的牧师生涯是忙碌的 他一般每周讲到两次 但准备讲到讲章并未占据他的大多时间 而是每天用大量时间钻研圣经 他认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秦独神的话语更加重要 爱德华兹的起居饮食都很有规律 每天早晨四五点之间 他一定会早起灵修 他说他是要效仿耶稣基督 他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也是早起的 也为圣经记载 耶稣基督是在清晨从坟墓中走出复活的 正常情况下 爱德华兹家的每一天都是以私人祷告开始 接着是家庭一起祷告 每一餐前都有全家的敬拜 每天结束 爱德华兹夫妇会一起在书房内祷告 有时爱德华兹也会进行一些秘密的进食和额外的祷告 他每天会花13个小时灵修读经 阅读英国古典文学作品 尽管如此 他仍会抽出一个小时做园艺和家务 在冬天他会花数小时来伐木或割草 在春天他会与沙拉一起结伴骑马 到郊区去踏春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几乎每晚他都会抽出一定时间 跟孩子们在一起或祷告或教导 他虽然要求严格 但从不呵斥孩子 而是常以愉快的口吻 跟他们交谈 如此亲和的父亲 自然会培养出亲和的子女 爱德华兹绝对堪为世上所有父亲的楷模 他也很喜欢散步 除了可以呼吸到大自然新鲜的空气之外 他也边散步 边沉思 边祷告 边灵修 为了不浪费时间 他甚至在散步和骑行时 都把纸笔戴在身上 每有所思所想 便记下来 等到回家之后 就把纸片所记整理成文 成为日后讲章的素材 除了在北安普敦认真的幕会之外 招起彭博的爱德华兹 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这里 他把他的所思所想 以书信的方式 跟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教会领袖交流 这样 他的大名渐渐为人所知 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 纷纷邀请他去讲道 1731年7月8日星期四 爱德华兹出出茅庐 他到达波士顿 首次在这里公开讲道 讲道的对象 是即将毕业的 哈佛学院神学毕业生 在一起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也想给我 我一oker你 就在没想到 没想到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